在清神的灵静中 在夜晚的灯火下 每日与主同行 感受神的智慧和爱 我是阿清 让我们一起打开心灵之窗 让神的话语成为亮光 指引前行的方向 巴别塔事件 分散的原因 经文 《创世纪》十一章 一至九节 过去 世上所有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 使用同一种文字 随着人们向东迁省 他们在巴比伦地 找到了一块平原 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他们比此说 我们来做些砖 然后用火烧硬 在这一带 人们用砖 而不用石头 并且用柏油来作灰泥 他们说 来吧 让我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大城 和一座通天塔 这样 我们就可以明扬天下 免得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上主下来 分散到各地 他们就没有再建造那城 因此 那城被称作巴别 因为上主在那里 搞乱了人的语言 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巴别塔事件 分散的原因 经文记载 罗亚三个儿子 陕、含和雅佛的家抱 他的子孙 散居各地 其中希伯的长子 叫做法勒 为下一张巴别塔的故事 留下伏笔 迁徒到巴别的人 要建造一座通天塔 这件事 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所以 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 将他们分散到各地 进心思考 洪水过后 人类在纯服上帝 摆脱罪恶这方面 表现如何呢? 你在纯服上帝 摆脱罪恶这方面 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多谢收听和谐频道制作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 《独经日记》 很开心 能够和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一起研读圣经 令命成长 欢迎你在我们的Facebook 楼下足跡 明天见